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名布马 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布马这里最近气温是持续走高 所以呢 我今天打算给大家介绍几部和低温有关的科幻作品 让我们一起来悬学校署 第一个是大刘老师的科幻小说 孟之海 在冰雪艺术展上 冰雕大师严东偶然结识了一位来自外太空的低温艺术家 这位艺术家没有具体的样貌 因为携带着冷冻场 他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呢就是一个打冰球 在低温艺术家的眼中 冰雕展上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死板而且平庸的 唯有严东的作品读得他一丝青睐 不仅如此 他还被严东的作品激发出了创作灵感 也想就地做一个冰雪艺术品 不过他所要的冰材可不是做这些小冰雕的边角料 而是整个大海 低温艺术家在哪儿哪里就会有冰 他利用周深的冷冻场成功冻住了一片又一片的海洋 之后呢 他又将冰块切割成同样大小的方块 将其一并送入了绕地球运行的轨道 此时 从地面往天上看 那一块块冰就像是宇宙巨人撒出的一把水晶骨牌 接下来的200天里 低温艺术家将地球的所有海洋系接一空 在将最后一片海掠夺干净之后 他的作品终于成型了 眼下 地球正被一个巨大的冰环环绕 这个冰环由20万块同样大小的冰组成 他们星星点点构成了一条壮丽的天河 白天 冰环在蓝天上呈现耀眼的银色 夜晚 冰环发出的光芒比满月还要亮 仿佛全宇宙的星星在夜空中庄严的行进着 这是海洋升华车的梦幻美景 是梦之海 然而 因为海洋的急速流失 地球瞬间陷入了混乱 严冬和低温艺术家沟通 希望他能把海洋还给地球 可对于低温艺术家搜出的文明来说 生存 社会 科学等意义 遭遇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湮灭 只剩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 在他看来 自己利用地球上的水做艺术品 和人类利用冰块做冰雕并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 虽然他不会毁掉自己的作品 但人类如果想要去太空取冰 那他也不会妨碍 低温艺术家离开之后 人们在猎狱般的地球生活了五年 树木枯死 大地军裂 放眼望去都是黄沙尘土 与空中瑰丽的梦之海对比起来 这样悲惨的干旱世界 着实让人感到讽刺和魔幻 眼看就要到生死存亡之际 人类终于派定了去太空取冰的方案 尽管这个方案会让我们损失一部分海洋 而这个取冰计划 严东也有参与 因为他不仅仅是冰雕艺术家 还是一个光学研究员 除了用想象力创作艺术 他还可以用学识来拯救现实 一个星期内 世界各地发射了无数艘运灾火箭 宇航员们带着钻孔车落在冰块上 将冰块打出多条钻洞 之后又利用导管 喷射管 冷凝剂 纳米反射镜等材料 做出了一个减速推进系统 大致十天半个月 这些冰块就会回到地面 在众多宇航员和科学家的努力下 一块块冰从冰环上剥离 如同一颗颗流星从空中坠落 随着冰流星的逐渐增多 云也渐渐聚集 地球久违地下起了大雨 终于在这一刻 孟之海又变回了现实的海 虽然18%的海水损失 让地球环境一时难以恢复到最初的模样 但不管怎么说 人类总算是可以活下去了 不仅如此 科学家们还筹划起了探索宇宙的庞大工程 试图从别的星球将流失的海水找捕回来 显然 回收梦之海 使人类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也让我们做起了从前不敢做的梦 结尾处呢 严冬和几个冰雕艺术家聚在一起 十几年的艰难岁月 让他们从艺术家变成了灾难的幸存者 如今灾厄散去 他们也在思考 艺术真的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吗 只是很快呢 众人就又从灾难的幸存者 变回了艺术家 取下了一块方斌 以上呢就是短篇科幻小说 孟之海的大致内容了 这部小说目前没有被影视化 那前面呢也是用各路科幻作品拼凑出来的 孟之海 诗云 欢乐颂 是大刘老师笔下的大艺术三部曲 孟之海诞生于2002年 探讨了艺术的价值 以及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不同等级的文明眼中吧 艺术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迪文艺术家来说 他们早已逃出生存困境 艺术才是文明唯一的璀璨灯火 但对于目前的我们而言 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故事中 严冬叶承认 冰环的瑰璃让他深深蛰伏 但是他依然需要将冰取回 拯救地球 那看完了冰封大海 我们再来看看冻结地球 罗拉艾莫里奇导演的后天 是《灾难类型》片中的翘楚之作 说的是在不远的将来呢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失控 飓风 冰雹开始在世界各地肆虐 这样的异常气候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冰河时期再度降临 面对无法撼动的自然力量 绝境中的人类展开了自救 整个电影呢 便是围绕着世界末日的大背景 和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所展开的 主角父子间的亲情 主角和同事之间的友情 还有主角儿子 与一个女孩的爱情 都在这个冰封世界中 点燃了一次希望 而在视觉效果上 这部电影的几个大场面 也可谓是经典 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末日降临 明场面一 海啸清晰纽约城 电闪雷鸣中 滔天海水卷出庞大漩涡 自由女神像被瞬间淹没 也就眨眼的功夫吧 曾经繁华的纽约城 就已被海水灌满 不过说起来 好莱坞导演们对 摧毁自由女神像 似乎总有着莫名的执念 什么断裂呀 坍塌呀 炸毁呀 各种方式 也有仅有 明场面二 直升机坠毁 三台直升机 闯入环状云团 油管和螺旋角 瞬间冰冻 在一片混乱的呼喊声中 三台直升机接连坠毁 飞行员探出头 试图求救 结果确实 嗯 明场面三 急速冻结 纽约城上空 寒流卷出了一个巨大漩涡 帝国大厦被逐渐冻结 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积寒控制 全球变暖 一直是被高度关注的问题 而后天呢 则将全球变暖 可能带来的后果 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 实在是太过弱小了 如果电影中 零下100多度的低温 还不够看的话 那我们再去探索一下 太阳系 乃至全宇宙最低温的区域 纪录片深度冻结 讲述了宇宙中 最冷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月球 因为月球的公转和自转 月球上某座环星山的底部 是永远照不得阳光的 所以这里的温度低至 零下238摄氏度 是太阳系中 温度最低的地方之一 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 向阳面的温度高达数百度 但因为水星的倾斜度 几乎为零 所以它有一部分表面 中年不见阳光 那里的温度和月球环星山 所差无几 另外呢 在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周围 还有很多冰冻卫星 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 木卫二 木卫二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 下面流动着液态水 而土星的恩克拉多斯卫星上面 则有着很多的冰喷泉 会不断向太空喷射冰雪 这里面要说一下 宇宙中所谓的冰呢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有水冻成的冰 而是特别状态下的某种物质 等到温度升高 这种物质的状态 就会转变成气体或者液体 比如说干冰 目前为止 宇宙中被发现的最冷之地 是布莫让星云 它是一个领结状的星云 因为往外喷射 零下272摄氏度的气体而变冷 温度只比绝对零度高一度 这个星云 由冰子恒星快速扩散的气体组成 气体扩散 体积变大 温度就会下降 然而冰冻星球和超低温星云 还不是低温的极限 科学家认为 宇宙的能量来自于宇宙大爆炸 随着宇宙的日渐扩张 当中的能量迟早会分散到无限小 届时呢 没有热量留在宇宙中 等待我们的将会是宇宙的终极冻结 一片非常寒冷 而且黑暗的虚无世界 看完这些作品 大家有没有凉快一点呢 气候炎热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那么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